下面呢我们进入桥梁的质量检查业验收 那么桥梁的质量检查业验收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装机的钻孔灌注桩施工质量事故的预防措施 那么对于我们的钻孔灌注桩来说 在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哪些问题 是不是 一个是在钻孔之前产生的问题 资料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成孔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还有就是灌注水下混入土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质量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地质的勘察资料和设计文件可能存在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形地质看测的时候存在什么 我们的间距探测孔的间距过大 孔深太浅 实际上不能够反映我们的真实的地质情况 那在你设计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应的偏差 还有就是土工实验数量不足 土工取样和土工实验不规范 那么装周的摩擦力和装端的承载力不足 是吧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是吧 摩擦桩就是靠装周的摩擦力来提供支撑的 而我们的端层桩是靠我们的下面的吃力层来提供这个支撑的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 将来我们施工出来的这个装机也不满足要求 那么预防的措施呢 就是在施工之前要对我们的资料进行认真的研究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要加密或者是进行补充勘测 这个稍微注意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孔孔的高层以及钻孔的深度的误差 那对于孔孔的高层呢 大家注意产生的原因 一个是我们勘测完了以后回填 将来我们计算的时候把这块忘了 或者是我们施工现场施工过程中呢 后一些废渣的堆积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进行孔孔的高层负荷的时候呢 把这块忽略掉了啊 都可能会造成孔孔高层的误差 当然我们的对策就是 每根桩开孔前要负策一次 桩位孔孔的高层啊 这个倒并不难是吧 那么钻孔深度的误差呢 这个主要是一个是换散的问题 就是犯错了啊 第二个呢就是凉的不对啊 我们应该采用帐梁钻杆的方式啊 那么不宜采用什么测绳测定孔绳 当然实际工程中呢 测绳的这个多了去了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要注意用帐梁钻杆的方式 不宜采用测绳啊 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孔径的误差 就钻出来的孔和没设计的孔径 不一致是不是啊 那这个时候呢 原因呢 一个是拿错了钻头啊 这很好理解 这就是呢 我们的钻头用了段时间以后呢 它会产生磨损 磨损呢 超过了我们的允许值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会造成孔径的误差啊 他说呢 对于直径800到1000的桩呢 钻头直径比设计桩径 小30到50毫米时 是合理的 但是再细了就不行了 那么当然对策就是 每个人双孔开口前 要验证钻头的规格 把那个钻头好好的量一量 第一个别拿错了 第二个 抹粉过大的时候 要及时更换啊 实行什么签证手续啊 第四个呢 就是垂直度啊 这个不符合规范要求啊 当然对于垂直度来说呢 我们也注意了啊 一个呢 是我们的钻机啊 产生原因 第一个是钻机 是吧 那如果是场地不平啊 或者是密实度不够啊 有没有钻机呢 会发生偏斜啊 那钻机是歪的 那钻出来的孔 垂直度自然好不了 那么主要的措施呢 就是压实和平整什么 使用场地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对钻杆是这个弯曲的 那钻杆弯曲的话呢 也会造成垂直度不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对钻杆进行调直 再就是呢 钻头磨损啊 钻头磨损的时候呢 我们的钻头 如果出现了磨损 两侧的力呢 会发生什么 这个偏差 那么就会什么呀 推的钻头往一侧跑偏啊 这个呢 也很好理解 那当然我们就要什么啊 定期的修复 我们的更换 我们的钻头 再就是呢 遇到软硬界面的时候呢 我们钻压过高 就是这是软硬界面 一个钻头下来以后呢 如果是钻压过高 钻速过快 它是沿着硬沿面 往一侧跑偏 这会造成钻孔垂直度不好啊 那么当然我们要低速 低的钻压钻机啊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呢 叫钻杆上啊 遇到复杂情况 需要的时候呢 钻杆上加设什么 不正气 这个呢 这是钻孔垂直度啊 它的原因 以及它的措施啊 这个呢 要掌握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他孔和缩近 好 那么大家注意啊 他孔啊 它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什么 低层复杂 啥叫低层复杂 就是低层稳定性不好 比方说 我们是杀性 对吧 颗粒比较大啊 颗粒之间呢 没有什么连接性 当然它的稳定性就会差 那开挖的过程中呢 就容易发生踏孔缩近 第二个呢 就是钻尽的速度过快 对我们的孔壁呢 扰动比较大啊 这样也会发生什么 这个踏孔 那就是我们既然是泥江户壁的话 那泥江性能比较差的时候呢 就让密度比较低啊 稠度比较低啊 当然这个时候呢 它也会发生踏孔缩近啊 最后呢 就是成空以后 放置时间过长 没有灌注混凝土啊 那么只靠我们的泥江啊 这个推着我们的孔地的话 时间长了 它依然会怎么样 向下进行探查啊 所以这是它的主要原因 那预防的措施呢 大家看啊 首先成孔的速度啊 这说了叫苏岸金 苏岸金速度过快 那成孔的速度有什么要求呢 控制在每小时两米以内啊 这个数据 是建议大家要知道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那成孔的速度啊 2.5米每小时 或者3米 那你就知道 哎 最后发生了擦孔 原因是什么 那你就知道啊 它的这个成孔速度太快 应该控制在每小时两米以内 还有呢 就是泥江的性能啊 比方说密度了 稠度了 寒沙率等等啊 这些呢 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孔的稳定性 当然我们说 如果和改善呢 或者加入什么黏土粉 烧减或木质醋啊 这个呢 是我们调整我们的泥江性能的 加入的几种材料 这个呢 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呢 就是 钢筋骨架安装后 立即灌入混凝土 在前面我们讲了 是吧 四小时之内 必须灌注混凝土 否则呢 就容易发生踏孔缩净 这是 这个踏孔缩净的原因和措施 当然这里边呢 没有针对地层复杂 因为这个是自然灾害啊 无法这个预防 那么当然对于我们踏孔缩净呢 我们给大家补充了一个叫处理的方法 这个要注意一下 就是踏孔不严重时啊 我们可以加大泥江相对密度啊 提高它的互币性能 然后呢 严重时呢 回填重钻啊 如果是出现了缩净的时候呢 可以提高孔内泥江的量 加大泥江的相对密度啊 也是提高它的互币性能 然后呢 是放上下反复扫孔啊 就把孔呢 再扩大一下啊 恢复原来的孔径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处理的方法呢 建议大家作为一个补充的知识点啊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装端的持立层啊 判断错误 也就是说我们的端层装啊 需要进入是一个持立层 那这个持立层呢 那我们如何进行判断的话 那这是钻孔成败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持立层判断错误的话 那你的装将来的承载力就无法确定 那么非岩室内的持立层呢 用地质资料和现场取样就可以确定啊 比较容易 那如果是强风化炎或中风化炎呢 那首先也是以低脂资料啊为基础 结合什么钻机的受力啊 就是越往下钻的越硬的话 它的钻机受力会越来越大啊 就往下压杆的时候呢 越来越压不动啊 主动钻杆的抖动情况啊 就是强行就是继续往下断的时候呢 杆因为阻力大了以后 它自然会发生这个抖动 然后呢再把捞上来的这个样呢 进行检测 综合来判定啊 是否进入到了我们的持立层当中啊 必要是进行原位的取芯验证啊 就算个芯下去 看看下面的沿层的状况 那第七呢 就是孔底的沉扎过后啊 灌入混准前孔内的泥浆还商量过大啊 沉扎过后呢 我们注意前面的端程庄 它是多少呢 是呃100是吧 那摩擦桩呢是300啊 有沉扎过后的话 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下部的承载力 是吧 这就是呢 泥浆的含沙量过大 过大的话呢 会造成后边会讲到 是吧 要么夹扎 要么断桩啊 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清孔的泥浆质量差 是不是啊 那清的不干净 是吧 泥浆的性能呢 你粘度呢比较低 是吧 这就是呢 测量的方法不当 造成的误判啊 还有就是清孔的方法不当 那我们首先呢 如何测量我们的中孔的深度啊 前面讲了 要丈量钻杆啊 那么长度呢 就是取孔内的钻杆的长度 然后加上钻头的长度啊 那钻头长度呢 取到钻尖的三分之二处啊 就可以了 然后注意 在含粗沙 沙粒 卵石等地层 钻孔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这叫地层复杂 容易擦孔缩净的啊 我们的这个清孔的方式 用泵溪的反循环 我们知道反循环呢 清达效果是好的 采用如果是采用正循环 清孔的时候呢 当我们就要采取高粘度 呃 浓江的清孔啊 就是说 它的密度和它的粘稠度呢 比较大啊 这样它的浮力也比较大 那清孔的效果就好一些 并加大什么泥浆泵的流量啊 增加它的速度啊 把我们的这个钻杂给带出来啊 清孔整个过程就有专人负责啊 然后我们再看第八条 水下混凝土灌柱和装身混凝土质量问题 也就是说前面呢 主要是清孔的问题啊 主要是钻孔的问题 那后边呢 就开始水下混凝土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啊 首先呢 我们要注意混凝土的质量 关系到混凝土灌注过程中 是否顺利和装身 混凝土质量两大方面啊 要配置出高质量的混凝土 怎么配置呢 第一个设计好配合比 是吧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控制好配合比啊 就设计好了 那么在现场呢 我们要控制好按照设计的配比呢 进行一个拌合啊 特别我们的里边的水胶比啊 当然我们也通常叫水灰比啊 然后是控制它的合一性和坍弱度 对于水下混凝土来说 我们前面讲了 它的坍弱度要求是180到220之间 如果是比较小的话啊 当然比较大的话影响装的质量 是吧 然后比较小的话呢 它的流动性会低 那么通过导管法往下挂混凝土的时候呢 由于我们的装呢 一般都比较深几十米深 所以说呢 有可能会留着留着 留不动了啊 留不动会产生什么 主管的问题啊 那么出贯时 买管深度达不到规范的要求啊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到了 贯注的导管底部呢 距离孔底呢 距离因为0.3到0.5 是吧 出贯的时候呢 导管埋深呢 不小约1米啊 然后在计算混凝土的出贯量时 应计算装厂所需的混凝土 然后呢 还要计算导管内积存的混凝土量啊 就是它是包括这两方面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公式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这是导管 是吧 那我们说下边呢 是0.3到0.5米 这个呢 是不小于1米 是吧 将来我们灌出来以后呢 大家注意 一个是下边这一块 一个呢 是在导管中呢 我们还要高出啊 我们的这个孔中的混凝土面呢 还有一块距离叫小H啊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公式呢 大家看一下啊 基本上就是遵循的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计算体积的方式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小H啊 到底怎么计算啊 就在这儿啊 那这个小H呢 要和哪几个因素有关呢 当然下面这个好计算是吧 只要出现了这个体积啊 算出来这个什么 我们是圆孔是吧 有πR的方 然后乘以它的这个深度啊 当然他说了 包括了两方面的啊 这个大家自己看啊 其实能看懂啊 比较简单 那上面这个小H呢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什么 它与几个三数有关 一个呢 是我们的注意 是孔内的水或者泥浆的深度啊 就是这个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水的什么中毒 或者泥浆的中毒啊 那么这个外边的这个 对于这个面的压力和这个 上面这个小H 对于我们这个古因土面的压力 两者是平衡的 就是连同管效应嘛 是吧 那当然我们说 这个深度乘以它的重度 等于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混凝土的啊 注意是混凝土的重度 乘以我们中间 这个导管内 高出我们的孔内的 混凝土面的这个 小H小高叉 是吧 这两个是相等的 那当然我们用这个 把这个数值移过来 是吧 那就是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 这个会计算 要能看懂 先你画一个简图啊 去把它空间 想象一下 是吧 我们包括了两部分 混凝土 一个是这一块的 一个是计算出小H的 是吧 它的这个方量呢 就是我们手关 混凝土的一个量啊 这个公式呢 建议大家还是要掌握啊 还是要掌握 这有可能在案例中呢 出现这个计算体 下面一个呢 就是关注混凝土的时候呢 发生了毒管 就堵在管里边不出去了 那么产生的原因呢 大家注意了 多两方面 一个是混凝土的问题 一个是导管的问题 混凝土问题 大家注意 我们的混凝土包括 我们说了水加水泥加什么 石子是吧 那当然我们说啊 水和水泥的比值 叫水灰比是吧 但我们这设置到一个什么 叫瘫落度 那瘫落度呢 就代表它一个流动性啊 那如果是我们的瘫落度啊 不是180到220之间 那比较小的话 那就有可能流动性不够 由于我们的导管比较长 就发生毒管的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石子比较大 前面也讲了啊 一般不超过40毫米的 这个石子 如果石子比较大的话 而且发生聚集 这时候就会发生毒管 这就是混凝土的原因 你看啊 混凝土配比质量差 完成二次清空以后 灌入混凝土的准备时间过长 这也是混凝土的原因 那么导管的原因呢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导管有破损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做 导管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实验 是不是啊 如果有破损的话 那么泥浆进去了 水浆浆出来了 石子就发生聚集 就发生毒管 这就是隔水栓不规范 我们说了啊 在手冠混凝土的时候呢 我们手冠的混凝土 如何因此性把它埋起来呢 就是靠了这个叫什么 隔水球 是吧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就是它上面呢 吊着我们的隔水球 然后呢 再给它简单说一下啊 这是隔水球啊 然后我们的 储料斗里边 储存完 足够的混凝土 上面有铁丝掉着啊 当满足了我们的 手冠的要求以后呢 我们把它截断啊 然后呢 隔水球下来 浮上去 然后混凝土呢 就把下边包起来了 啊 这就是手冠混凝土啊 但我们的隔水球 或者隔水栓 做的不规范啊 它上面剪断了 但它不往下露 卡在这个导管中了 所以这个呢 也可能会造成毒管 再就是呢 导管距底部 深度太小 距离太小怎么样 距离太小的时候呢 球也翻不出去 那自然就卡在这了 再就是灌注过程中呢 导管埋身过大啊 一般我们要求是 两到六米吧 现在超过了六米了啊 那么混凝土呢 有可能会发生这个触凝 一旦触凝以后怎么样 失去流动性 你在往里灌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 混凝土堵在我们的导管里边的啊 这是它的两方面原因 一个混凝土的 一个是导管的啊 这个大家清楚 那当然对于对策来说呢 也比较简单 就是你知道了原因 其实对策基本上就是 随着就出来了 首先是导管 导管不能有破坏 是不是啊 那我们对导管使用前 要进行水密承压啊 还有就是 接头抗拉实验啊 我们用的是水压实验 而不是用 不能用气压实验 进行水密实验的时候 水压不影小约 孔内水深的 1.5倍的压力 啊 就是说 到了我们的最下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深度 随着深度的增加 压力会越来越大啊 我们在这个现有的水压下 这个导管呢 不能被啊 顶破 是不是啊 再就是呢 大家注意啊 隔水栓 应该认真制作啊 还有就是 完成二次清空以后 啊 立即灌注混凝土 所以啊 看到二次清空 就要找立即开始灌注混凝土 如果没有找到 这就是问题啊 也就是说 我们做了二次清空以后 并没有马上啊 就是 他会描述 干了这样的工作 干了那样的工作 然后进行了什么 水下混凝土的灌注 这个时候都会发生问题啊 当然我们如果发生了 这个读管 应该怎么办 这我们教材上并没有说 是吧 这样的对策呢 在我们的公路教材上呢 做了相样的介绍 那也就是 他介绍了三种方法 那这考试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照搬用一下 一个是 插拔抖动 导管法啊 当然相对来说 比较浅的时候呢 刚开始灌的时候 混凝土比较浅的时候 可以用啊 那么 那就是辅着式振动器 振动法啊 就辅着在我们的导管上 振动 抖动我们的导管啊 尽量使它能够松开 再就是 形钢插入 疏通导管法 当然相对这种方法来说呢 呃 成功率是相对比较高啊 上面两种呢 呃 就 不一定了啊 当然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能够把这几条写上就可以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钢筋骨架的上浮 呃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 钢筋骨架上浮 怎么产生的呢 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混凝土的初宁和中宁时间太短啊 也就是说 我们的混凝土上升到 这个钢筋骨架的底部的时候呢 哎 顶部发生了 叫初宁 或者是中宁了 这时候形成这个硬壳 那它就顶着 钢筋骨上浮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里边的 全浮的沙力太多 沙力呢 会 落到我们的混凝土表面上 形成成硬壳 这个硬壳呢 哎 随着混凝土上升往上走 当顶到我们的钢筋骨架的底部的时候呢 也会顶着钢筋铢上浮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贯注的速度 这个太快啊 那我们的预防措施 第一个认真轻孔啊 认真轻孔就是针对什么 我们的沙力太多 是吧 再就是呢 大家注意 这个速度过快的时候呢 我们灌注的混凝土面 距离啊 钢筋骨架底部一米十 这是钢筋骨架啊 是吧 那距离它一米的时候 我们要降低灌注速度啊 就是降低速度 慢慢的往上灌啊 当混凝土面上升到我们的股价底部四米以上 就到了这个 距离它四米以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提升导管啊 是导管底部呢 高于股价的底部 两米以上啊 中间这个导管呢 提上来啊 距离它呢 两米以上啊 其实我们这几个数据呢 我们画这样一个简图 大概描述一下 就大家就能够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然后呢 再恢复正常的灌注速度啊 这就是我们说 如果灌注速度过快 引起的钢筋龙上活的话 我们采取的一个措施 那对于杀力太多呢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认真清晃 是不是 当然上面那个混凝土 出凝和中凝时间太短 那就是你的混凝土的调配的问题了啊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装身混凝土强度低 或者是混凝土离系啊 那么原因呢 大家注意 强度低啊 这很容易理解 就是或者离系呢 主要就是第一个配合比啊 不好 还有呢 就是搅拌时间呢 不够 水泥质量差啊 那当然原因知道了 那措施就很简单了 水泥质量差 沿把水泥质量关 是吧 然后控制好现场的配合比 掌握好搅拌时间 以及它的合一性啊 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就是装身的混凝土夹扎和断装啊 那夹扎断装呢 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出罐混凝土的量不够 没有把刀管埋起来 那再加上胶的时候呢 那么两层混凝土之间就夹上什么了 泥浆啊 那么就出现了夹扎断装 那再就是呢 我们灌注的过程中呢 要求2到6米 是吧 刀管埋身2到6米 如果小于2米的话 一不小心就把我们的刀管 从混凝土中拔出来了 这就要拔出混凝土面啊 也会造成夹扎断装 还有呢 就是出瓶和中瓶时间太短 灌注的时间太长 啊 也会造成什么 上部结块 造成怎么样 混凝土要上顶 把结块的把它顶碎了 夹在了我们的混凝土当中 就取得夹扎 再就是呢 含沙量太多啊 这个知道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装领混凝土不密室 或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 那么装领混凝土不密室 啊 首先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时候呢 进行装机的胶注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超贯0.5到1米 是不是啊 那如果是超贯高度不够 那当然顶部的混凝土啊 它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要求 或者是我们混凝土的浮浆太多啊 顶部的混凝土呢 都和那个浮浆呢 混合的过多啊 虽然你超贯了一些 但是呢 依然会造成我们的顶 装顶的混凝土不密室啊 或者是混凝土变的测定不准啊 这个就属于什么问题啊 就是你想超贯 哎 你想法很好 你想超贯 结果因为测量的错误 你以为超贯0.5到1米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没有超贯那么多 那我们超贯的时候呢 是0.5到1米 是吧 对大体积混凝土装啊 所谓大体积混凝土装 就是直径超过1米的啊 这种大装 装顶10米以内的混凝土 应该调整它的配合比 增大 碎石的含量啊 减少浮浆啊 就是针对浮浆太多 当然我们说测量它的 混凝土变的时候呢 用硬杆统式取样法来测定啊 这个知道一下就行了 然后第九呢 就是混凝土灌入过程中 因故中断啊 就是灌着灌着出现了 这个中断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说如何处理呢 第一种情况 刚开灌不久 水里里边的混凝土呢 它很少的时候呢 我们将怎么样 以及灌到混凝土把它清掉啊 重新钻孔至孔底啊 重新放入钢筋笼 清孔以后再放入混凝土 这就叫什么 重途再来 当然如果是我们灌了一段时间了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凝固中断了 混凝土供不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迅速拔出混凝土管啊 然后清理干净以后呢 重新怎么样 安装导管和隔水栓啊 你看安装隔水栓 这是手灌混凝土的一些方法吧 然后按照出灌的方法 灌入混凝土啊 在隔水栓完全排除导管后 立即将导管插入到原混凝土内 啊 然后呢 按照正常的灌注方法继续灌注啊 这个处理过程 必须在混凝土 注意是出凝时间内完成啊 如果超过了出凝时间 那就没戏了啊 也就是说尚未出凝 导管清理干净 继续灌注 这是我们因故中断的 这个两个处理的方式啊 就什么情况下 我们应该说处理 刚灌了不久的 怎么处理啊 灌了一段时间了啊 那里边有一定的方量了 怎么处理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大体积啊 大体积混凝土 交注这个质量检查验收呢 咱注意什么叫大体积啊 咱们的大体积呢 在我们工程上 桥梁里边比较典型的 就要成材啊 那我们一个混凝土 呃 块呢 它有啊 长宽高几个参数 最小的参数也要大于什么 等于一米以上 这个时候才叫大体积啊 当然对大体积混凝土来说呢 我们在过去的考试中 特别在一件啊 考的非常非常少啊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大体积混凝土 主要的考点在于什么 后边的一些控制措施 而后边我们学到控制措施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可写的点非常多 也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大体积混凝土来说 假设有考到的话 让你写控制的措施的话 你想不难满分都很难啊 但凡只要你认真的听过课啊 多少有所了解 写上个五六条是很轻松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考的非常少 而是主要是在 这个二件中呢 考过两次案例啊 一件基本上没设计 设计也就是选择题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大体积呢 主要面临的问题呢 就是裂缝啊 那我们的这个大体积混凝土裂缝的类别呢 有三类 一个是表面裂缝啊 就这样 这是表面裂缝啊 这是呢 深层裂缝了 表面裂缝就是啊 因为在成型过程中啊 由于温度的变化 内外约数的条件等等 这样一些原因呢 会出现一些表面裂缝啊 危害性较小 对外观有所影响啊 深层裂缝呢 那就是有一定的危害了 如果发生了贯穿裂缝 大家看啊 这是表面裂缝啊 第二 深层裂缝 然后是贯穿裂缝啊 直接是穿透了我们整个的混凝土 那么对于贯穿裂缝 它影响了它的整个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危害性呢 是较严重 那么裂缝产生的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水化热 是吧 内部产生的水化热怎么样 散发不出去 在内部产生了大的这个压硬力啊 它就是内外约数条件啊 那么外界的气温变化啊 如果是表面和外界的温度差比较大的话 也会造成混凝土的裂缝啊 也就是说内部的温度 由水化热引起的绝热温度 胶柱温度 以及散热温度 三者的叠合啊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像这个点呢 可以考案例的一个简答 当然也可以考选择啊 再就是呢 混凝土的收缩变形 也就是说 整个的我们的混凝土的成型过程中呢 大部分水费都会散湿啊 那散湿的时候呢 我们在成型的过程中就会发生什么 开裂啊 那么设计上 我们表面呢 布设什么 抗裂的钢筋网片啊 可以有效的防止 因为收缩产生的干裂 再就是混凝土的沉线裂缝啊 就是说我们在支架支撑上 进行混凝土胶注的时候 与它的沉降变形 会引起结构的裂缝啊 所以说呢 过早的拆除模板支架 已经造成什么开裂 这是裂缝产生的原因 那么质量控制的要点啊 这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 那么防止出现非沉线性啊 就是前面那些是吧 约束条件了 温度变化了等等啊 这些缺陷的时候呢 关键在于焦住过程中 温度混凝内外温差的控制 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保证啊 大体的混凝不开裂啊 首先要控制的就是它的温度 那么控制温度的措施呢 主要三方面 一个呢 叫配合比 一个是焦住 一个是养护措施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从配合比角度讲 选择低水和热水泥啊 产生的水和热少 是不是 那就降低了 因为水和热本身产生的什么 开裂的问题 第二个是降低水泥的用量啊 这个本身呢 也是降低水和热 是吧 利用混凝土的中后级强度啊 这是摊落度 注意了 混凝土的摊落度不宜大于180 不宜大于180 那么一般呢 是120到加减20啊 那么对于骨料来说 我们要控制骨料的极配啊 骨料极配越好 实际上它的抗烈性呢 也越好 再就是控制含泥量 对呀 我们的混凝土中 只要含泥 超过了一定的比例 必然会开泥啊 所以说我们的狮子呢 在使用之前 实际上是要进行清洗 把上面的泥呢 全部都这个清掉啊 再就是呢 投毛湿法啊 实际上投毛湿法呢 这现在的规范了 已经不再写了 是吧 那投毛湿法的意义就是 里边放上毛湿以后呢 可以怎么样 代替我们的混凝土 实际上就是减少了 内部的混凝土的量 浴冷骨料啊 就降低它的温度 水呢 我们用冰水拌合啊 降低它的水滑热 还有就是外加剂 我们用缓凝剂 减水剂 这都是降低水滑热的 那么再就是 掺和料 比如粉微灰 石渣粉等等啊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混凝土的配合笔措施 你会发现啊 就光这一个措施 你假设要是考到啊 我们的大体系混凝土 质量控制的要点的时候 你能写一大堆 是不是啊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混凝土焦注的措施 大家注意啊 混凝土焦注的措施呢 其实本质上讲就一个 叫分层焦注啊 不管你是全面分层啊 就是适用于平面尺寸 不已经太大的 就是我们做一层 做完一层 做一层 再做完一层 再做一层 这方量太大的话就不行啊 方量小的时候呢 就下一层还没有出凝前 就可以焦注上一层的 上一层 在上面再交一层啊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啊 焦注完一层 再做一层 这就要全面啊 那么分段分层啊 就是分成了一段一段的啊 先焦注一段 回头回来 再焦注这一段 再焦注这一段 那当然这个块 还没有出凝的时候 我们再焦注下一段啊 再这样叫分段分层啊 好 还有就是斜面啊 这个分层啊 就是坡度啊 什么不大于三分之一的数啊 我们适用于长 结构长度 大大超过厚度三倍的情况啊 就是结构长度比较长啊 那么厚度呢 相对于长度要是比较小的时候啊 这个知道一下就行啊 这个一般考虑的概率不太大啊 那么对于养护措施呢 主要保持它的温度和湿度啊 这里边有一个温度差 大家要知道 就是混淆中心的温度和表面的温度 混淆表面的温度和外界气温的温差 不超过20度啊 那么降温法呢 就是外部要保温啊 内部要降温啊 内部降温的时候呢 可以在里边通什么冷水管啊 就是这个冷水管 将我们内部的水化热量呢 把它带走啊 还有呢 就是保温法 就是表面呢 要覆盖保温啊 湿润养护的时间 归算水泥 普通水泥呢 是14天 其他水泥21天 高温期湿养的时候呢 是28天啊 这就是我们大体积混淆土 涉及到一些考点啊 知道一下就行了啊 基本上我说 这个考到的概率呢 相对低一些 但是呢 考到了 你只要认真的听 然后理解了 其实呢 你拿到分数的概率呢 也非常高啊 然后下面一个呢 就是运营地张拉的 施工质量事故的预防措施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这个桥梁的运营地 是不是啊 那么先章法 后章法啊 等等啊 一系列的方法 包括它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那这里边呢 讲到了一些质量事故的问题啊 就是 首先我们如何预防 我们的质量事故呢 第一个就是人员控制 人员控制比较简单 第一个就是什么 单位要有资质 是吧 那么运营地张拉呢 由工程项目 技术负责人来主持啊 然后呢 人员经过培训考核 持证上岗 那对于设备这一块 大家注意了啊 首先呢 我们要注意 配套设备 要配套 焦准 配套使用 就是我们的千银顶和油表 啊 我们要配套 焦准 配套使用啊 这是它的核心要求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啊 如果我们的 这个千银顶 出问题了 那我们买一个新的千银顶 能不能直接用呢 不行 必须要和油表 重新进行校准啊 然后校准和 呃 把它的关系曲线 刻出来以后 才能够继续使用 啊 这是一个啊 不管你是新买的 还是你在 其他的工地 正在使用的 合格的这个 千银顶油压表 只要是我们的 千银顶和油压表 之间的关系 是吧 一对一的关系 发生了变化 就一定要重新进行校准 当然我们的校准 呃期限呢 一般是不得超过半年啊 或者是不得超过 200次张拉 这两个呢 哪个走 按哪个啊 就是说 先到了半年 到了半年 就需要重新校准 或者是 我们说张拉的频率 比较高啊 没到半年了 但是已经超过200次了 那就要重新进行校准 还是不得超过半年了 还是不得超过半年了 没到半年了